中西人民港壇系列講座的132講 很榮幸張凱彭博士跟我們分享 港帝北島詩歌的深度上色 張凱彭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學兼入講師 可以掌聲歡迎張凱彭博士 欣賞幾首北島的詩歌 我認為北島是東京世界上最優秀的詩人之一 同時他也是我最喜歡的詩人 今天我舉辦了四首北島後期的詩歌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首先擔當地介紹一些北島後期的詩歌藝術特點 早期試過在座熟悉北島或喜歡北島 都應該比較熟悉 都知道北島是所謂夢龍詩人最重要的代表 夢龍詩 夢龍詩是在70年代中國大陸興起的一個詩潮 在6070年代中國大陸關節的詩歌 全部都是政治詩 口號詩 沒什麼詩意 詩歌藝術不是那麼高 藝術水平不是那麼高 都是政治宣傳的東西 有一幫夢龍詩人就不滿這些現狀 於是他嘗試一些比較行速的詩 於是他就稱為夢龍詩人 稱為夢龍詩 北島就是夢龍詩最重要的代表 不過北島自己是不喜歡夢龍詩的稱為 他不承認自己是夢龍詩人 那時候北島早期的詩 他最重要的名詩 例如說回答 一切這些 多數主題都是政治上的 政治上的一些反抗 一些抗爭的詩 於是流傳傳中一時 於是很多人就以為 北島的詩都是政治詩 以為北島早期的詩 都是寫這一類政治詩 其實不是的 這些只不過是少數 北島早期有很多其他題材的詩 例如說外情詩 例如說寫這個大自然的詩 都有不少的 書情詩 我自己比較喜歡北島後期的詩 所謂後期的詩 我指在1989年 北島離開中國 流亡國外之後的詩 他後期的詩就比較成熟很多 成熟很多 那當然 簡本的抗爭就比較初梭一點 因為在1980年代初期的時候 北島很多詩已經是開始轉變的了 已經是接近後期的了 那很多詩評家 都是以1989年作為一個分界線 區分 北島的早期和後期 那我都是用這種的區分 那後期的詩 在藝術上就成熟很多 沒有早期的那些政治詩 即是這麼直白 這麼直接這樣 那我現在就簡單說一說 後期詩的藝術特典 首先 藝術技巧 北島主要是 用了異常主義和象徵主義的技巧 一會兒我們欣賞北島的詩歌的時候 都會具體地講講它的 異常主義和象徵主義的手段 它有些詩都有些 用到超現實主義的創造技巧 都有些 那麼北島詩歌的風格 即是後期詩歌的風格 就主要是冷盡 它詩是很冷 冷盡 很理智 冷眼看世界那種的 冷眼旁觀 冷眼看世界那種的體度 我們可以將北島的詩 和海字的詩比較 海就是大海的海 海字 後來自殺了海字 海字的詩就是 很多受善感的 很有情感的 情感 我覺得是太過泛濫的情感 但北島詩就是很理智 很冷靜 而北島詩多數都是短詩 但詩心密度極高 意象密度很高 詩意極之飽滿 北島詩歌的意象非常精準 已經很剔頭很透透 很透切 它語言的穿透性很強 直達事物的本質 一會兒我給它一些例子 它是詩詩的副凡見 它是後期詩 後期詩的主題 多數都是有關時間 越永恆 生與死 正面的生存 面對生存的無異意 冷眼旁觀 存在的荒蕩 荒蕩這些 存在主義的色彩 還有不少和漏漏有關的詩 處理漏漏的題材 語言 歸屬等等這些 現在主要是選幾首 我欣賞一下北島的 我幾首北島詩 用來減少一下 第一 第一首我選了一首無提詩 北島詩有很多無提詩 先看看這首無提詩 我看不見清澈水池裡的金魚 隱密的生活 我穿越盡子的努力 沒有成功 一匹馬在古老的房頂 突然被勒住江省 我轉過街角 鄉村道道上的塵土 遮蔽天空 大家 在哪裏呢 那你首先 你好 那你首先呢 我就 也會有很多種不同的角度 去解讀它 我都從解讀的角度 我選了一個角度 就是哲理詩的角度 我覺得這首詩就比較像 一些哲學思想 比較像哲理的看法 今天就從一個角度 就是哲理詩的角度 當然不是唯一的角度 去欣賞這首詩 大家看看 我們可以從知識論的角度 或者人生哲學的角度 甚至於原哲學的角度 去解讀這首詩 以下就試一下 由知識論的角度 解讀這首詩 在西方哲學裡 傳統上 歷史悠久的西方哲學 它將世界分為兩個 一個就是現象世界 一個就是本體世界 一個就是在西方哲學裡 有悠久的歷史 另外帕麗圖曾經提出一個動語的比喻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動語的比喻 帕麗圖就說 我們看到的這個世界 其實不是真實的世界 你認世界才是最真實的世界 他就打個比喻 一個人住在動語裡面 被鎖鏈鎖住 他穩定面對動語裡面的墻壁 他的背後有火燃燒 把所有的影子 把所有的事物 投影在墻壁上面 這個人 由於他不能回頭 所以他看到的所有東西都是影子 他就以為這個影子 就是真實的世界 他不能夠離開這個動語 他不知道外面的真實世界是怎樣的 帕麗圖就說 我們所見對的世界 其實都是影子世界 是虛假的 不是真實的世界 一個理應世界 才是真實的世界 康德也有類似的看法 康德把世界分為現象界和物自身 康德就說 我們所見對的一切 其實都是現象來的 現在怎麼來呢 就是物自身 通過我們的減知系統 而產生的 我們不能夠離開我們的減知系統 去減國這個世界 我們必須通過 例如萬禎 提醒這個世界 我們需要觸摸 聽覺等等 去接觸這個世界 但是 事物 通過我們的減知系統之後 它已經是走出樣子 已經是變形了 所以他就說 我們看到的這個世界 其實 不是本體世界 不是物自身 只不過是現象世界 而物自身 是永遠不可知的 世界原本的面目 是怎樣的 我們永遠不知的 好了 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去解讀 不道電的壽司 所以第一種解讀 就是它的壽司 其實是表達了 空德式的一種不可知論 你看看 水池 是清磁的 雖然是清磁 但是金魚的 隱秘的生活 我們是看不到的 就像本體世界 我們看不到一樣 這個境子 這個境子 屬反應的世界 只不過是現象世界 但是我們穿越 穿越不到這個境子 我們沒有辦法到達 本體世界 本體界是永遠不可知的 或者我們看回 這壽司 我恐不見 清磁的水池裡的金魚 隱秘的生活 我超越境子的努力 沒有成功 這個 我們可以從這個理解為 它其實是 表達了 康德式的不可知論 一切 我們所見的一切 都是現象世界 本體世界 是永遠不可知的 它用這個 金魚表達 清磁的水池裡的金魚 表達了一個現象世界 就是 鏡子 屬表達的 屬反應的 只不過是現象世界 但是金魚的隱秘的生活 本體世界是不可知的 我不能夠穿越這個鏡子 我不能夠成功地 穿越這個鏡子 去到達一個本體世界 這個是第一個解讀 當然可以第二個解讀 第二個解讀 就剛剛調轉 它其實可以是 反康德的現象 和本體的異分 其實 你想 金魚 隱秘的生活 之所以我們看不見 不是因為 本體世界我們不可知 而是因為 根本就不存在隱秘的生活 根本就沒有 是否能夠被隱秘 所以… … … 其實是反康德 竟然之所呈現的一切就是一切 竟然之背後是沒有任何東西 是沒有任何東西去穿越它 這個其實又可以解得通 它其實是反對康德的那種意見論 我們現場世界就是真實的世界 現場世界背後不存在這些本體世界 就算有都沒有意義對我們來說 因為我們永遠不好知 對於我們原生上不好知的東西 我們不需要去假設它存在 對我們來說沒有任何言之意義 這個又是另一種解讀 我們可以從人生哲學的角度去解讀 解讀不道的這首詩 例如從宗教的角度 很多宗教都是否定現世的生活 就是覺得我們現世的生活 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未來的生活、未來天國、彼岸的生活 天國的世界才是我們最終要追求的東西 這是很多忠究的思想 我們可以將北斗的壽司 第一個解讀就是 反對宗教的內世觀 或者是天國觀 我們看看第二段 一匹馬在古老的房頂 突然被拔住僵城 我轉過雞角 鄉村低道上的塵土 遮蔽天空 一匹馬是房頂 這句話可以說是暗示了這匹馬 這匹馬是天馬 天馬行兇的 暗示了天馬是奔向天堂的 但這匹馬也是被蠟燭繩 暗示沒有辦法奔向天堂 暗示沒有天堂 而這個塵土就是天空 暗示這隻馬 只能夠在鄉村地道上奔馳 這個用暗示了 只有塵世而沒有天國 塵世生活才是最真實的 你可以說是北斗 這所知 這裏可以說是必得一個這樣的思想 就是 這個人世間才是最真實的 塵世生活才是最真實的 人生只有一次 我們要珍惜它 要好好地把握它 我們看看這個 一匹馬 在古老的房頂 第二匹被蠟燭繩 它飛不到天堂 因為根本沒有天堂 我轉過雞角 在香港 鄉村地道的塵土上 的塵土 遮蔽天空 人世間才是最真實的 才是一齊 沒有來生 這是第一種的 我們可以把這首詩 由存在主義的角度去解讀它 它變成了一種存在主義的生存觀 表現了一個存在的方淡感 方暴感 大家看 雖然水池是清澈的 但是隱蔽的生活是看不見的 之外 主在生命的命運 我們是沒有辦法知道的 它可以變成一種這樣的意思 或者解讀成這樣 我們是沒有辦法駕馭的 我們背後有很多命運 勁之雖然是透明的 但是沒有辦法穿越 一齊都好像明明白白 但是又好像敬花水月一樣 既沒有辦法把握 又不可觸摸 人生就是這麼荒謬 這麼虛無 很多事情我們無能為力 很多問題我們沒有辦法紅頭 這個就可以表現了一種生存的無助 或者無奈 這種是其中一種可能的解讀 又或者它表達了一種 也是存在主義的解讀 表達一種被拋的感覺 被拋的感覺 存在主義之外的海德格就說 我們人是被拋在這個世界上面 被拋在我們的生存狀態 這首第二段都可以表達到這種被拋的狀態 大家看看 我被拋在這個世界的街角那裏 我被拋在這個世界的街角那裏 我被拋在這裏是很陌生的 很陌生的 很陌生的 很易化的 我們看到的一個鄉村雞道上面的殘土 遮蔽天空 這就是存在主義式的一種感受 對人對生存的那種體會 人注定住於孤獨 無家可歸的狀態 但我們這第二段 我覺得 一種很強烈的那種被拋的感覺 意化 意化 陌生 那種的孤獨 那種的感受 那種的感受 這都是一種的解讀 好了 接著我講講北手這首詩的 北道這首詩的藝術風格 北手就是 北道是很善於驚迎儀仗 你看 清澈的水池 鑑魚 隱秘的珊瑚 鏡子 馬 古老的房地 鄉村帝道 勒住僵繩 塵土 遮蔽天空等等 這全部都是意象 但其實意象主義就是這樣 意象主義就是很注重認了一些意象 通過意象去表達一些東西 通過意象去呈現一些意象 在壽司裏把意象呈現出來 但不同的壽司的意象 其實都有很多象徵意義 這就是象徵主義的手段 象徵意義 清澈的水池 鏡子 可以象徵現象界 隱蔽的生活 可以象徵本體界 或者某種神秘的力量 某種超自然的力量 天空 可以象徵比方世界 或者天國 塵土 可以象徵人世間的種種煩惱 鄉村地內 可以象徵塵世生活 全國皆國 可以象徵塵塵默默 彷徨或者 對悟也好 某種 形式上的轉變也好 譬如說這壽司 你可以將 但我轉過街角 鄉村地道上的塵土 遮蔽天空 你可以將它理解 不到的一種對這個世界的一個領悟 他最初就沉默默去撐走這個本體世界 想穿過這個鏡子 想穿過這個鏡子 撐走這個本體世界 可不可以象徵間醒悟到 沒有這個世界 根本就不存在這個本體世界 現象世界才是最真實的 生命自得一次 我們要好好地把握 你可以說 轉過街角 你可以將它理解成不到的一種認識上的轉變 一種的對悟 都可以在一種解讀 再說不到的技巧 不到就很少利用這個矛盾對比的手段 你看看 水池清澈 但又看不見 這是一個對比 它很清澈 通常清的東西 我們應該是一覽無謂 是可以見到 但它又看不見 清澈 又是和隱蔽對比 隱蔽 清澈的東西都沒有隱瞞著 但它又說隱蔽 既然之又對應穿越 低度對應天空 第一段的禁止清澈 對應第二段的塵土 以及遮拜 這些 通過這個矛盾對比的方法 可以增加師哥的將力 它的思義 就是用這個將力釋放出來 通過這些矛盾對比 去增加師哥的思義 去增強師哥的思義 去增加師哥的思義 去增加師哥的思義 最後講講這首詩的風格 這首詩的格調就是冷眼正觀 給人的感覺 冷眼正觀這個世界 以一個國外人的身份 不動聲色地觀照存在 思考這個荒誕的世界 這種的效果是有利於動詞的挽用 它用漢北見努力穿越這些 表達它的思維感 在那探究 探究這個世界 人生 轉過雞角 表達了一種 認出一種陌生不確定的 那種的氛圍 好像被拋在這個世界 因為世界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陌生的世界 一個異化的世界 認出一種這樣的氛圍 為了成功 塵土又遮拜天空 表達了 現在依然是困惑迷惘的狀態 那種的狀態 拿著僵繩 其實是一種折制 一種類似的態度 這個動詞的挽用 其實是很正確的 對於動詞的挽用 最後我總結一下 這首詩整體上評價它 這首詩是短詩 雖然很短的 語言很精煉 但它的意見是很清澈的 意見很清澈 但是頑藏著 隱蔽的截屍和無窮的詩意 我們只是用 筆倒這首詩裡的兩個詞 一個是清澈 一個是隱蔽 一個是隱蔽 我看不見 清澈水池裡的金魚 隱蔽的生活 我穿越盡子的努力 沒有成功 一匹馬在古老的房頂 突然被勒住江省 我轉過街角 鄉村道道上的城土 遮蔽天空 有沒有不同的感受呢 剛才第一次讀完之後 我現在第二次讀了一次 多一種感受 這首詩 不斷這首詩 語言很簡戀 很短 但詩意非常飽滿 可以有很多種的解讀 很多種的解釋 和這首詩給人一種冷靜 理智 正宫這個世界的感覺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再接受到第二首 我用普通話再讀一次 相應 我對著鏡子說中文 一個公園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樂 冬天沒有蒼蠅 我悠閒地煮著咖啡 蒼蠅不懂什麼是祖國 我加了點糖 祖國是一種相應 我在電話線的另一端 聽見了我的苦句 大家讀完之後有什麼感覺呢 覺得這首詩如何 表達什麼 或者有沒有任何對這首詩的感受 他扮得好像很冷靜 但其實他好像想 他有 他想 他好像有些 有些事情 他對於一些 可能他對著自己 作為中國人的身份 或者是他 一些思鄉的 一些情感的一些事情 他不想去面對 他有些事情 但他又好像避無可避 收到一個電話 令他激發起他內心的一些情緒 其實你都可以說 看到一些事情 都看到一些 絲綱裡面的那種情緒 他其實不是那麼冷靜 這首詩 其實有些很強烈的情感在裡面 喝陷著 大家看一下 這首詩走過去看下去 覺得好像很亂 好像 東一句西一句 全部都是日常生活的東西 把日常生活的東西組在一起 但我們仔細地看一看 有沒有發現到 這個是單行 單授詩 其實可以 單獨成為授詩 單行 單授學 我 對著竟然只要說中文 我放上音樂 我有限地煮咖啡 我加點糖 我再電話線另一端 但雙數有不同 雙數就 全部是公園 單數全部是家 在家煮咖啡聽音樂 但雙數就不同 雙數一個公園有自己的冬天 冬天沒有蒼蠅 蒼蠅不當得什麼事祖國 祖國是一種香音 所以這些壽司 其實是把兩壽司穿在一起 它其實有兩個主旋律 兩個主旋律穿在一起 我們可以分開它去解讀 看一下 這些壽司就像DNA 雙路旋式的結構 將這個穿在一起 好像一個雙路旋式的結構 將兩個主旋律穿在一起 第一個主旋律就是施的 丹素行 丹素行 每一項都以我這個字開頭 第二個主旋律就是施的雙數行 雙數行 他以定針的手段去表現它 定針 而這兩個主旋律合併於最後一句 聽見我的恐懼 聽見我的恐懼 既是祖國是一種香音的最後一句 它的一個結局 亦都是我在電話線另一端的一個結果 只不過罪行一項 其實是這兩項的一個 共用 共用的一項 共同共用的 我們就分開先欣賞第一個主旋律 第一個主旋律全部都是我一字開頭 我對著禁止說中文 我放上音樂 我有限地煮咖啡 我加料典議堂 我坐電話線的另一端 聽見我的恐懼 我們看看它在說什麼 先看第一句 我對著禁止說中文 我首先介紹一下這首詩的背景 這首詩是1989年 筆導社的 1989-1990這個期間 而筆導正是1989年離開中國 他好像是五月份去德國訪問 接著六四事件發生 他就回不來 從此之後他就流亡在外 而這首詩就在這個背景底下寫成 我們看看這首詩 第一句 我對著禁止說中文 這個就是貶名身在國外 如果你在中國 你就不需要強調我講中文 在中國你當然肯定 通常我們都是講中文 不會講其他語言 他強調我對著禁止說中文 不知道表示什麼 表示沒有人跟他講中文 他只能夠自己跟自己講中文 這句說話 就是告訴人 他現在不是中國 在國外 但是很掛著自己的祖國 很掛著中文 只能夠自己跟自己講 所以這個開門見深地 表現了私人的香壽和孤獨 然後全部都是日常生活的描述 聽音樂、煮咖啡、打電話等等 而這句說 每一行都以我一字去頭 這就表現了 特意用我一字去頭 為什麽表現了 在流亡生活裏面那種孤獨和節目 沒有親人、沒有朋友 一個人孤獨、獨自生活 生活中全部都是我、我、我 一種一個這樣的後果 但這種後果 必須由第一學去引領 才能夠有這樣的後果 否則你會覺得很累積 第一學 所以第一學就是為全師打閒這個機條 就是我對著的字說中文 這就強調現在不是中國是外國 那你們看這個第一主旋律 成首詩裏面 無一字直接講香壽 無一字直接講孤獨 但是他每一句都透露彩蝶 香壽和孤獨 就好像你剛才已經看到了 香壽和孤獨 即是他通過妙述 生活上裡面的具體的細節 去呈現一種的孤獨和香壽 這就是正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 這就是正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北斗對語言的混用是非常高明 我們現在再看看雙數行 第二主旋律是雙數行 雙數行有一個頂爭的手段 什麼叫頂爭呢 頂爭就是前面一句的最後一個詞 就是下面規矩的第一個詞 叫頂爭 這個冬天 這個冬天 這個蒼爺 這個蒼爺 這個祖國 這個祖國 這個叫頂爭的手段 一個公語有字的冬天 冬天沒有蒼爺 蒼爺不懂什麼是祖國 祖國是一種香陰 我們逐句逐句解讀這首詞 其實呢 這個第二主旋律 它是表達著一種很微妙的一個詩碎 和一個感受 看一下我們逐句欣賞 第一句 一個公園有自己的冬天 大家留意一下 自己的這三個字 自己的 什麼意思 為什麼說它自己的冬天呢 這個其實是強烈地表現了一個 以鄉人的身分 一個漂泊 一個漏忘那種的感受 你想想你小時候 如果你在公園玩 小朋友不合你玩 自己玩自己的 你會不會覺得很孤獨呢 你說出去你們有你們自己玩 不和我玩 你們有你們自己玩 不和我玩 小朋友不理他 不理你 你就會覺得很失落 一樣 公園有自己的冬天 這個語感很微妙 有自己的冬天 你知彼此什麼 彼此不道 就算去公園散步 都感受到公園好像不曾去玩 那種陌生的感覺 那種異鄉人的感覺 若然至上 所以這個很精彩 公園有自己的冬天表達非常精彩 不道語言的用 非常準確就是這裡 這個語感 一個公園有自己的冬天 公園可能沒有其他人 就算有一個人都好 那些人都不認識他 語言又不通 他沒有朋友 自己一個人覺得很孤單 所以這個是強烈的 表現了一個異鄉人的身份 第二句 冬天沒有聰盈 這個人就精彩了 他為何突然會提起聰盈呢 那些平時不會去留意有沒有聰盈 我們平時在公園那裡 見不到烏鷹 我們不會特地去留意 為何沒有烏鷹呢 我們沒有烏鷹 有烏鷹我們才會留意到 沒有這麼黑人針的 在那裡生氣 它是烏鷹 那樣 這個就是了 不道既然留意到沒有烏鷹 表示什麼 表示他說 他是這麼孤獨 這麼孤單 他情願 他很慶 他見到 哪怕是平時很討厭的東西 就算烏鷹都好 他都沒有這麼孤單 現在連烏鷹都沒有 那種靜默 孤單的感覺 所以我們會留意到 第一個 一個孤獨的人就會留意到 連烏鷹都沒有 這是誇張的手段 表達他是很孤獨的朋友 很靜默 有些可見私人孤單感 孤獨感有多深 第三句更加轉望 就算有烏鷹又怎樣 沒有用 烏鷹不知什麼是祖國 你跟他說他都不明白 這就表達一種深深的無奈 幾乎等於轉望 就算烏鷹也沒有用 第四句 祖國是一種鄉音 這就是點速 首先他會引全詩的第一句 我對著劍之書中文 編出鄉音主題 這首詩的題目 叫做鄉音 編出鄉音主題 又作為一個跳棒 跳到最後一句 這個最後一句 一會兒就會單獨去解讀他 你看一下 這個第二個主成律 是不同於第一個主成律 第一個主成律 主要是對生活細緻的描述 他喝咖啡 聽音樂 第二個主成律 是通過描述 一些思緒的微妙的變化 去呈現一種的享受和孤獨 一層一層的 由飄泛 到孤獨 到絕望 層層遞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有了定爭的手段 定爭的手段 產生一個後果就是 表現一個孤獨和鄉受 滅滅不絕 揮之不去的 鄉受和孤獨 就可以冬天無聲飄落的雪花 澎滿私人淚心 孤寂的公園 你看一下 這個 用這個定爭 一個公園有自己的冬天 冬天沒有聰明 聰明不動 什麼是祖國 祖國是一種香音 一種熱面不絕的孤單 是揮之不去的 像是聰明一樣 揮之不去 熱面不絕的那種感受 再看一下 它這兩個豬舌女 是穿襲交替的 其實都有意思在這裏 表現了自己 一時在家 一時去公園行下 那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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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的孤單沉悶的生活 有時在家 家裡坐下坐下 又覺得 身心不同的 觀園行下 觀園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 又找不到熟人 又回到家 那種的穿襲 單叫 枯燥的生活 他的生活就是 除了這兩樣 沒有其他東西 是不是覺得 剛才那首詩 就明確一點 有意思多了 摩金就願無章 我現在 剛才欣賞了 北斗這首詩的 香音這首詩的 前面的幾個詩句 現在就爭一個最後一個 聽見我們的恐懼 這是最重要的 這句是最主要的 最重要的 是這首詩的 最關鍵的一句 我們就單獨去欣賞它 就是一句 聽見了我們恐懼 我們可以想像 北斗 在流氓生活裡 不無聊 就唯有通過電話 和祖國的親人 聽解 或者 北京的家人 打電話給他 或者他打回去 通過這些 和家人聯絡 但他聽到香音 聽到很中文 聽到香音 為什麼會恐懼呢 為什麼會襯到恐懼感呢 香音不是很親切嗎 我們可以想像 那時候 剛才六四 忘記了 中國 處於一個白色恐怖的狀況 可能 我猜測 可能他家人 千兵萬兵叫他 你千萬不要回來 你回來就受於坐牢 受於捧迎 可能北斗是其他通緝坊 被通緝 可能是這些 所以他就聽到 聽到一個恐懼 聽到自己的恐懼 都可以這樣解釋 當然可以一些解釋 他和家人吞電話之後 知道自己回不去 知道自己這一世都要流亡海外 這種的 異鄉人的那種恐懼 都可以表現這種恐懼 你看 這個最後一句 既是聖節 第一主傳略 我再電話線另一端 聽到我們恐懼 聖節主 第一個主傳略 還有一句聖節主 也都是第二主傳略 做一個是一種香音 一個顛覆性的詮釋 這是要驚人的 香音 你竟然恐懼 表現什麼呢 先由意外祖國 第二是有家歸不得 每一個人都離不下自己的母語 但是詩人才能夠對著禁止說中文 有些人 鄉音本來應該令人感到親切 但是詩人 缺感到恐懼 這個是幾個荒謬 這些 所以這個最後一句 構成一個很強烈的批判 就是令到壽司 不單是寫鄉 不單是寫鄉 而且還有一種政治上的批判 有很強烈的批判性 你想想 母語 其實是構成一個人精神的DNA 精神的DNA 就是母語 就是語言 現在詩人 我剛才說的 這首詩是穿殘 兩個主旋律是穿殘 就像DNA那樣 雙螺旋式的結構 現在可以回到這個比喻 母語構成一個人精神上的DNA 現在詩人就要被迫 進行基因改造 聽見母語 竟然會覺得恐懼 這首詩的最後一句恐懼 就是這首詩的破點 前面的鋪層就像道火線一樣 一直燒到最後這句的最後詞恐懼 主題哄音和最後的恐懼 對這個矛盾的張力 引爆料 詮釋的詩意 令到詩意的詩意爆發了 我們再細心跟上下 這首詩 詩音 我對著鏡子說中文 一個公園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樂 冬天沒有蒼蠅 我優先地煮著咖啡 在蒼蠅 不懂得什麼是祖國 我加了點糖 祖國是一種香音 我在電話線的另一端 聽見了我的恐懼 這首詩 我們要走 楊水華 再三首詩 說後 一隻蚊子 放大了葉的尺寸 它帶著一滴 我的血 我是被葉的尺寸 縮小了的蚊子 我帶著一滴 葉的血 我是沒有尺寸的 飛翔的葉 我帶著一滴 偏堂的血 過來給大家 還沒很精彩 台北走回去很精彩 大家不記得可以說嗎 好像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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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慢慢欣賞 看看 這首詩 一首詩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欣賞它 我們現在分別從 詩言內容 或者審比邏輯 或者已經創造三角度去欣賞 我們現在分別從三角度去欣賞這首詩 稱為詩言內容 我們看看這首詩的詩言內容是什麼 第一段 你看第一段 第一段 一隻蚊子 放低了液的尺寸 它低了一滴我的血 說什麼呢 為什麼說一個蚊子 會放低了液的尺寸呢 其實這是一個很清楚的比喻 晚上我睡覺的時候 被蚊咬 蚊咬到我吵 睡不著 睡不著等於說夜長了 晚上長了 所以說 那個蚊子放低了夜的尺寸 是不是很精彩呢 比如說 幾隻精彩 晚上睡不著 是不是漏漏牆 睡不著 睡不著 就是夜的尺寸放大了 看第二段 由於夜的尺寸放大了 所以我就縮小了 相對來說 是不是 我是被夜的尺寸 縮小尿的蚊子 我帶著一滴夜的血 為什麼我會帶著夜的血呢 我縮小了 這個要理解 因為夜放大了 相對來說我就縮小了 為什麼我會帶著夜的血呢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精彩的 一個間接地 表達自己睡不著的 看上去就好像很精彩 但又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好像一個迷宮 好像一個迷宮 好了 我們就慢慢欣賞 看一下 這壽司呢 只是說一壽司 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欣賞它 我們現在分別從 我們現在分別從 詩宴內容 或者審美邏輯 或者異景 從這三角度去欣賞 我們現在分別從這三角度去欣賞這壽司 我們要看哪壽司 什麼叫詩異內容呢 一壽司完成之後 它就有一個獨立的眼索板 不同的道者可能會有不同的欣賞 不同的道者可能會獲割不同的內容 而我将这种的道者所画过的内容 称为思义内容 我们看看这首诗的思义内容是什么 第一段 你看第一段 一只蚊子放低了液的尺寸 它带着一滴我的血 说什么呢 为什么说一个蚊子会放低了液的尺寸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比喻 夜晚我睡觉的时候 被蚊子咬 被蚊子咬 蚊子咬到我吵到我睡不着 睡不着就等于说夜长了 夜晚长了 所以说蚊子放低了液的尺寸 是不是很精彩呢 这个蚊子精彩 夜晚睡不着 是不是漏漏墙 睡不着 就是说夜的尺寸放大了 看第二段 由于夜的尺寸放大了 所以我就缩小了 相对来说 我是被夜的尺寸缩小尿的蚊子 我带着一滴夜的血 为什么我会带着夜的血呢 我缩小了这个要理解 因为夜放大了 相对来说我就缩小了 但为什么我会带着夜的血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奸截地 表达自己的奋截 表达自己的奋截 今夜复周月 归宗子独行 遥连小二女 不介义长安 杜芙在长安那里做工 跟妻子和家人分居两地 有时她很挂着妻子 诗里面她不是写自己如何挂念自己的妻子 而是写妻子如何挂念她 妻子自己一个人在看着月亮 想念度苦 而她两个小二女 又不懂得挂念自己的父亲 她妙熟一个这样的情景 她其实是自然通过妙熟 妻子挂着她 间接地表达她自己挂着妻子 就是这样 其实这首诗也是 她表达夜被我所遇到身身不灵 我好像在喊咳咳的血 其实是 调转 是表达自己的身身不灵 被我所遇到睡不着 好了 第三段 我是没有尺寸的非常地夜 我带着一滴天堂的血 我带着一滴天堂的血 这个又是极致精彩 第三段 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没有尺寸非常地夜 好像此轮我 曼和叶三位 揚物一体 这个就是表达一种此睡飞睡 那种闷闷闷闷闷的状态 就是大家想想想看 大家想想想想 都有一些被挽九度睡不着的经历 都有应该是 我累极二岁 但刚刚一岁 挽在耳边湧桌 梦门中 我和夜的继扇 漸漸模糊, 蚊的非常就是夜的非常, 夜都是我的非常, 慢慢慢慢暮暮暮地睡著了, 不知何時呢? 蚊吸飽了我的血, 不再來騷擾我, 我就可以睡到天亮了, 天亮的時候, 夜就飛走了, 夜非常了, 夜已經非常了, 東升太陽就好像天堂的血一樣, 我是沒有尺寸的非常地夜, 暮暮暮暮暮地睡著了, 我和夜又不是一體, 夜就是我, 我帶著一滴天堂的血, 你可以想像, 這個天堂的血可以有很多種解釋, 其中一個解釋可以想像是太陽出來了, 睡到天亮, 太陽出來了就好像天堂的血一樣, 這個其中一個解釋, 但都有其中一個解釋, 可以有其中一個解釋, 這個詩的詩名叫做修和, 修和, 主題是貢村整首詩的, 修和了我的血, 我修和了夜的血, 即是天堂的血, 但天堂的血是指什麼呢? 可以有很多種解釋, 你可以解釋為師歌藝術的象徵, 因為, 詩的靈感是妙師女神的愧真, 由女神我們聯想到天堂, 所以天堂可以, 這個可以指什麼呢? 可以指一種創作事, 或者創作之後那種激落的狀態, 那種虛心的狀態, 就像上天堂那樣, 所以這首詩可以中的解釋為, 我們經過一晚的節壇和晚亮, 就像我咳夜的血, 晚亮的首詩, 就像咳夜的血那樣, 我就收換這首詩, 因此就覺得極大的猛足, 所以這首詩有很多個層次的解讀, 第一個層次, 你可以中的理解是, 他真的描述自己被拔咬的夜晚, 睡不著的那種情景, 這是第一種解讀, 但這種解讀呢, 你可以中的解讀, 其實這首詩, 北道是寫的什麼呢? 就是寫的有關詩的事, 這其實是北道的詩官來的, 詩歌官, 或者他中的一個原詩, 或者是後詩詩, Matter, Poultry, 即是說, 這首詩其實是一首有關詩的事, 或者他描述一首詩的擔生過程, 如何苦苦名詩苦上, 去構造一首詩, 一首詩的擔生過程, 你可以這樣解讀, 所以他說有多種解讀, 第二個詩詩就是審美邏輯, 這個審美邏輯, 一首詩不一定要表達什麼事上, 這首詩作者未必, 想表達什麼, 不一定, 它可以是一個純粹的語言遊戲, 一個語言內部推演, 就是詩的內上邏輯, 我將它稱之為審美邏輯, 審美邏輯是什麼呢, 是詩歌語言的一首詩意的演繹, 它依構的我們聯想和想像, 我們聯想, 我們如何將這個意象, 把它存在一起, 它通過意象的跳躍, 多而朦朧去表現出來, 那你評估一首詩的審美邏輯的標準, 就是它陌生感和驚喜感, 它可否代表一個驚喜, 一個陌生的感覺, 我們先看一下第一段, 有一隻蚊子, 第二段的我, 是小鳥的蚊子, 這是一個很驚喜的感覺, 你看看, 它如何去推演, 第一段, 一隻蚊子, 而第二段呢, 竟然是我變蚊子了, 因為觸乎人類的意料, 第一段是你被蚊咬, 我們自然會想到第二段, 可能是怎樣打射蚊子, 或者怎樣勾行, 怎樣寫, 裸塞上可能是這樣的, 它不是的, 一跳跳到, 我是被蚊子的尺寸縮小鳥的蚊子, 觸乎人的意料, 違反一個裸塞思維的精彩, 又到第三段, 又我是蚊子, 又跳到我是非常的野, 又蚊亂想是野, 非常的野, 非常精彩的條約, 意象觸乎人的意料, 那樣, 第一段, 又野的尺寸被放大了, 他就推演到第二段, 我的尺寸被縮小了, 那這個就, 不算太過驚喜, 相對來說, 野的尺寸大了, 我的尺寸縮小了, 這個是哈佛羅斯, 但到第三段, 就是一個很強的條約, 我是沒有尺寸的野, 前面這兩個, 其實是, 其實是, 坐一些的, 動欄, 到第三段, 就是一條, 跳到我是沒有尺寸的野, 又是一個, 意象上一個很強的條約, 是, 看回首詞, 看回首詞, 有這個, 一隻蚊子放大了野的尺寸, 到第二段, 變成我是出世了, 不是,我被出世了, 這個就, 不算, 很違法的路測, 但到第三段, 我是非常的野, 就是, 出乎我們的審美的, 我們的, 我們的意料, 羅斯思維的, 那種的意料, 有一個很強的條約, 這個就是, 好了, 再看一下這個, 有第一段, 我的雪, 跳到第二段, 野的雪, 大三段, 天堂的雪, 大家都是雪, 一個是我的雪, 這個就具體一點, 我有雪, 我是有體來的, 我有雪, 這個是具體, 野的雪, 就是抽象, 野邊有雪, 這個很精彩, 天堂的雪就更加是, 更加是, 更加是, 離奇了, 你看, 這個就是, 由具體到抽象, 有現實到超現實, 虛實信身, 這個是實的, 我的雪是實的, 野的雪, 半虛半實, 野確實有野, 但是野, 血就是實的, 但是野有雪, 這個感覺就, 很違反我們的邏輯, 但是天堂的雪, 天堂根本就, 可能根本就沒有天堂, 天堂的雪, 更加是一個非常, 奇妙的比喻, 奇妙的特配, 天堂出雪, 詩意, 頓時, 噴薄以衝, 好, 第三個就是, 異景的創造, 我們可以從一個詩歌, 裡面所展示出的, 詩意的世界去欣賞這首詩, 什麼叫詩意的世界呢? 就是詩歌所構造的那種異景, 或者你可以說, 這首詩裡面的, 古債, 或者事件, 但這個古債, 就不是真的, 小說裡面的古債的意思, 比如寫小說, 小說是什麼東西構成, 故事構成, 裡面, 人物, 事件, 所發生的東西, 構成一個小說的內容, 音樂有什麼東西組成呢? 音樂有什麼東西組成呢? 音樂就有, 節奏和旋律組成, 旋律和節奏, 構成一個音樂藝術, 畫畫是什麼組成呢? 繪畫是有線條和色彩組成的, 線條和顏色, 構成一個繪畫裡面的一個基本元素, 詩歌是什麼組成呢? 詩歌其實是由異象組成的, 由異象組成的, 異象, 詩歌就是通過異象去講故事, 這個故事不是真的, 小說故意詩的故事, 構成詩歌的元素就是異象, 異象就是構成異境, 我們可以通過, 這個詩歌, 所構成的一個詩歌世界, 去演唱這首詩, 我們可以想像, 在黑暗裡面, 一隻蚊輕輕地停在某人的皮膚上面, 吸他的血, 隨著蚊的腹部漲大, 斜寸都放大了, 這個人被蚊咬完之後, 他自己都騙了一隻蚊, 就好像一個吸血蚊絲, 一個人被吸血蚊絲, 吸到之後自己都變吸血蚊絲一樣, 我們可以想像, 一個人被蚊咬完之後, 他自己都變成一隻蚊, 他由自己的夢中起飛, 輕輕地停在夜的皮膚上面, 吸夜的血, 而無邊的夜, 沒有尺寸, 所以無邊的夜, 他自己都化為一隻蚊, 從現實世界起飛, 輕輕地停在天堂的皮膚上面, 吸天堂的血, 這個就是, 這首詞給我們, 一個這樣的想像, 我們可以從中去, 得到審美的語言, 這樣, 那, 詩就最多的殘空冷調, 而北斗這首詞, 有很多, 令人以無一生的語言, 例如, 放大了夜的尺寸, 夜的血, 非常的夜, 天堂的血, 等等, 是精彩的一些語言的配搭, 語言分手的配搭, 最後, 我打算總結一首, 總結一下, 《北斗這首詞》, 《北斗這首詞》的意象, 是非常之奇葛, 很奇董, 很奇董, 很奇董的意象, 構造一個奇異的詩異世界, 極富有重造性, 同樣在這個詩異世界裏面, 我們收了強烈地審美如月, 這首詞, 我對這首詞的一種欣賞, 現在剩下一些語音, 其實這首詞, 都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解讀, 不同的解讀, 例如天堂這個意象, 天堂這個意象, 通常跟生死, 永恆在一起, 永恆在一起, 血, 通常都是跟生命有關的, 於是天堂的血, 就十分耐人沉眉了, 天堂的血, 所以這首詞可以用途的解讀, 這首詞可能是生死, 可能是永恆的問題, 南昂靠血是為了延續生命, 而我刻刻帶著一滴天堂的血, 什麼意思呢? 天堂尽稱永恆, 如果我帶著一滴天堂的血, 在這首詞裡面, 是否想表達一種, 東下就是永恆的意思呢? 生那直永恆, 永恆就是生那, 生那意思呢? 但我又是非常的夜, 這樣之外, 我和沒有七寸的宇宙是二為一, 是否表達一天堂的境界呢? 還有, 拔, 不一定是真正拔, 可以是一種比喻, 可以是一種情緒, 或者困惑, 就像拔那樣, 搞得我睡不著, 我很多心事, 很多心事睡不著, 而這種心事, 可能會引發我思考有關生命的問題, 或者收穫了人生的領悟, 各種解讀, 可以有不同的解讀, 有一種的解讀, 剛才講過, 解讀是, 一種不倒退, 一種詩的看法都可以, 或者一種詩混合了的過程, 所以呢, 還有一個就是, 有可能天堂的血, 根本就是上手捏來, 就自己發佛奇想, 突然間有種想法, 寫下寫下寫下, 突然間浪起天堂的血, 他自己根本都沒有刻意去, 象徵什麼都沒有可能性, 不要緊, 這個反而留下更大的審美空間, 所以說, 這首詩的真理, 走起沒有切群的, 非常的嚴重, 廣盲無邊, 我們再讀這首詩, 收穫, 一隻蚊子, 放大了葉的尺寸, 它帶著一滴, 我的血, 我是被葉的尺寸, 縮小了的蚊子, 我帶著一滴, 葉的血, 我是沒有尺寸的, 飛翔的葉, 我帶著一滴, 天堂的血, 我們就算不理會它, 是不是真的表達了, 一些被蚊子的態度, 也都不需要理會它, 是不是真的表達了一些, 的永恆, 生死, 天人合一, 或者對詩歌本身的看法都好, 只是欣賞這首詩的語言, 我們可以得到審美的那種快感, 很精彩, 一隻蚊子, 放大了葉的尺寸, 這個已經是很精彩的說法, 表達了, 我帶著一滴葉的血, 也是出人意料, 很多想像空間在這裏, 很多的解釋在這裏, 可以, 我是沒有尺寸的, 非常的野, 我帶著一滴, 天堂的血, 師義非常飽飽, 我們今天就會欣賞四首不道的詩, 現在就還有一首, 令到一首的風景, 是搖音, 教會歌聲有勇, 是歌聲追溯那最初的風, 我們交換歡樂的碎片, 從不同的方向進入家庭, 是父親確認了黑暗, 是黑暗通向經典的閃電, 空氣之門噴嚷關閉, 回聲在追趕他的叫喊, 師筆在絕望中開花, 是花反抗著必然的旅程, 是愛的光線醒來, 周亮年度而生的風節, 覺得怎樣? 是否覺得那些句子都很精彩? 我們逐段欣賞, 第一筆我參考陳超的感想, 陳超認為這首詩帶著很強的, 不斷的一個精神自傳的性質, 待會就解釋一下什麼叫精神自傳, 我以下就親口陳超的感想, 陳超對這首詩的解釋, 不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不是完全重複他, 中間有些我自己的發揮, 還有些我不太同意他的地方, 我就不說了, 看看第一段, 是姚英救回歌聲遊魂, 是歌聲追頌了最初的風, 姚英是猛瘦,猛琴的, 在這裏, 不斷將姚英, 競爭著那個年代的暴政, 那個年代的政治狀況, 六七十年代, 不斷生長的時期, 不斷在1949年出生, 不斷生長的時期, 六七十年代都是青年, 青少年的時候, 歌聲象徵詩歌, 最初的風, 可以象徵理想自由, 這兩句就可以這樣去解讀它, 不斷最初寫的詩歌, 就是那個背景底下寫的, 六七十年代, 中國大陸的時期, 就是中時代, 很專制的, 那個年代, 所以它就說, 是姚英救回了歌聲遊魂, 就是這個意思了, 它就是那個年代, 學會寫詩的, 是歌聲追上最初的風, 因為不斷最初的詩歌, 是追求真理, 追求理想, 追求自由, 對抗這個暴政, 所以, 有一陣子可以說, 不斷, 它自己, 所以叫做精神自傳, 這個意思, 精神自傳, 它就說說自己, 如何去持寫詩, 在什麼背景底下, 第二段, 我們交換風樂的碎片, 從不同方向, 進入家庭, 可以說自己的生存, 那時候, 它周圍的朋友, 私人, 不到周圍, 有很多夢龍派私人, 那時候, 夢龍派私人, 大家各自有自己, 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家庭背景, 所以說, 從不同的方向, 進入家庭, 我們交換風樂的碎片, 可以說, 像是天真無知的少年時代, 那時候, 漫默相信這個, 政府的宣傳, 自己祖國, 欣欣向榮, 漫默地樂觀, 可以這樣解釋, 但問題是, 這個風樂, 只是碎片, 只是謊言, 不是只是風樂, 風樂, 變成碎片, 零零碎碎, 第三段, 是負擔確認了黑硬, 是黑暗通向經典的閃電, 但可以將它解釋為, 副生教導私人, 社會不是那麼美好的, 有很多黑暗面的, 可以這樣解釋, 而黑暗的現實, 是, 師人創造出, 好像閃電一樣的事故, 成為經典, 閃電具有種抗爭的性質, 和黑暗的抗爭, 比喻, 或者是象徵, 我們剛才說過, 不倒早期的師, 例如匯特, 一切, 都像閃電一樣, 在政治上, 一種抗爭的事, 批判社會, 而這幾十個師, 已經成為堅定, 很多人是存重的, 這幾十個師, 不倒早期的政治師, 是存重的, 成為堅定的, 所以你可以說, 比較著重的, 是黑暗通行經典的閃電, 在這個背景底下, 他寫了一些經典的詩歌, 一種的戰鬥性的詩歌, 第四段, 黑暗節目, 烹煙關閥, 回聲, 再追趕他的叫嚇, 那時是文革結束之後, 曾經, 興起一股叫做, 雙行文學, 雙行文學, 那時很多文學家, 不斷地回憶錄, 回憶文革期間, 種種的苦難, 種種的迫害, 那種的東西, 那個文學就叫做, 雙行文學, 你會說, 黑暗, 是象徵雙行文學, 黑暗門烹煙關閉, 即是說, 他那個年代, 他那個年代的詩人, 他周圍的人, 很快就結束了這個雙行文學的寫作, 不再寫的雙行文學, 還有一種反詩的階段, 他們沒有遺忘歷史, 追簡, 回聲, 追簡, 追港, 他的叫喊, 叫喊, 追港叫喊聲, 叫喊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黑暗年代, 那種叫喊, 被人迫害, 那種痛苦的生人, 那種叫喊聲, 但追港的叫喊聲, 意思是我們沒有忘記過去, 沒有忘記歷史, 那種反詩和批判歷史, 反詩和批判過去, 就像回聲追港的叫喊一樣, 回聲就是反詩的意思, 反省, 這個比喻非常精彩, 這就是第四段, 第五段, 是筆在絕望中開花, 是花反抗著必然的旅程, 在絕望的環境下, 吹聲料藝術之花, 花一對可以象徵藝術, 象徵詩歌, 妙筆生花, 不, 不, 就用筆去寫詩, 所以就, 他在絕望裡面, 在黑暗時代, 他就靠這個寫詩, 去得到精神上的那種寄託, 藝術, 事花反抗著必然的旅程, 藝術, 這個就可以很多種解釋, 不一定這個所謂的必然, 可以很多種解釋, 你可以說, 藝術創造, 是對抗必然性暴政的一個有力的武器, 這個暴政不一定是政治暴政, 可以有很多種解讀, 例如, 我們可以將藝術和科學對比, 科學, 科學家, 藝術的必然規律, 有必然性的, 必然規律, 但藝術就沒有必然性的, 完全是衝造性的, 衝造性很強, 偶然性, 衝造性的, 所以說, 人家說藝術, 可以對抗科學的必然性, 有藝術, 又或者你可以說, 我們每一天, 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上學, 上工, 做家暴, 人生的軌跡, 就好像一個必然的軌跡一樣, 我們無可擺脫, 但藝術就不同了, 我們可以通過藝術, 去克服這個, 生活上的這種必然的軌跡, 通過藝術的創作, 去克服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其實可以有很多種意思, 藝術創作是對抗必然性暴政的, 有力無氣, 還有一段, 第六段, 事外的光線不醒來, 照亮領導以上的風景, 這裏呢, 法國的哲學家, 就羅勒巴特, 曾經看出一個領導寫作, 因為北斗這個, 看到領導, 這個領導寫作, 作者在文章裏面, 是不親自任何各樣的想法, 各樣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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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情感, 完全是客觀描述這個對象, 無論對象, 是美也好, 是醜也好, 是醜也好, 是善良也好, 你不代自己的價值觀點, 是客觀的描述, 不到最後這一段, 這一句呢, 這段可以, 很多人都解讀了, 第一, 你可以解讀為, 反對領導寫作, 不道主張, 文化作版, 是需要有人性關懷, 文化批判, 尤其反思等等, 你可以這樣解讀它, 所以他說照領導意識的風景, 也可以解讀為, 不道其實不是反對領導寫作, 只不過告訴人, 領導寫作, 不是沒有任何感情在做, 沒有任何做自己的個人感情, 只不過, 它在那邊潛藏著大愛, 表面上, 你是描述對象的時候, 你沒有自己的價值判斷, 沒有自己的情感, 其實只不過你有大愛, 一種博愛的心, 無論美, 無論醜, 無論醜國也好, 美好事物也好, 你一視同仁, 你從更高的層次, 去接受它, 因為不道有很多詩, 你可以說它是領導寫作, 不道的詩很冷的, 冷眼膨高那種, 你可以說它是領導寫作的詩, 就是它裏面不是完全沒有自己的情感在, 又或者第三種解讀, 你可以說解讀是, 不道對於未來有樂觀, 它主張我, 而不是架架鬥爭, 希望, 幾未來大力, 而不是架架鬥爭, 好了, 這裡我是親口了, 這個陳超的一些評論, 加上我自己的一些發揮, 就是作出一個評想, 一個感想, 但我們可以從別的角度去感想它, 不一定要一個角度, 但這種的感想, 陳超總他不斷的, 像是精神自傳, 其實都有些道理的, 剛才看上去, 都幾次不斷的一個, 他的精神或者思想的成長史, 一些對於藝術也好, 對於詩歌也好, 或者對於人生生命也好, 一種認識的歷史, 你可以這樣去解讀, 好了, 我們不一定要這樣解讀, 我們可以從別的感想的角度, 例如我們可以從認識結構上去解讀它, 這首詩呢, 我們看看這首詩, 這首詩又是, 單數段和雙數段有不同的處理, 單數段, 全部都是用是字開頭的, 是搖音救會歌聲遊魂, 是歌聲追順那追錯的, 這首詩用了定爭的手段, 歌聲, 又有歌聲, 單數段, 是負擎確認了黑暗, 是黑暗通向經典的閃電, 全部都是用是開頭, 還有用定爭的手段, 是不在絕望中開花, 是花反抗著必然的旅程, 這就是單數段, 雙數段就不同了, 我們交換風落的隨片, 從不同的方向進入家庭, 開日接門, 烹見關閉, 回聲著追趕, 他們的叫嚇, 事外的光線不勝來, 照亮領導依上的風景, 這首詩, 大家知道我們傳統的詩歌, 是有格律的, 有額弓, 有種種的智所限制, 但是生詩就沒有這種的格律, 但是我們不能說生詩是完全沒有的, 因為很多時候, 詩有很多時候會自創一個格律, 而這個格律可能是多一無二的, 除了這首詩之外, 其他詩就不會再重複, 這個都是格律, 你都可以中國使用一種格律師, 叫做自創一個生的格律, 而這個格律, 都是多一無二的, 只是這首詩才有的, 就是, 那些數段全部都用事開頭, 或者用競爭的手段, 雙數就沒有了, 不是這樣了, 而這種的手段, 看看, 對於伊士在開頭的, 雙數段, 由於他用了定爭的手段, 所以他讀起來, 是連貫性很強的, 和耐槍有力, 一種耐槍有力的感覺, 但是偶數行就比較舒緩一點, 又舒緩一點, 所以讀起來就是, 雙數上降, 富有之造成, 有一唱三彈之效果, 我們可以從這種角度, 去演唱這首詩, 或者我再讀一讀, 演唱他的音樂之美, 是有音, 教會歌聲有勇, 是歌聲追溯那最初的風, 我們交換歡樂的碎片, 從不同的方向, 進入家庭, 在一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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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父親, 確認了黑暗, 是黑暗, 通向經典的閃電, 哭泣這麼, 喷嚷關閉, 回聲, 在追趕他的轎行, 是比在絕望中開花, 是花反抗著必然的旅程, 時愛的光線醒來, 照亮領導以上的風景, 就是一頓, 一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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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頓的感覺, 這是我第二個角度去感想他, 好了, 我們可以, 只是, 欣賞他的雞句, 已經足夠了, 欣賞他每一句精彩的妙句, 便足以令人上心願望, 你看, 是搖音, 舊月曜歌聲遊魂, 歌聲即是游泳, 真是歧視苗相, 很精彩, 我們都會用風樂的碎片, 風樂的碎片, 令人以為一生, 那種的陌生感, 那種的驚喜感, 是黑暗, 通向經典的閃電, 極乎有暗時性, 這裏是, 給人家很多想像的空間, 很多暗時性在這裏, 但這裏特別精彩, 回聲, 追降他的叫涵, 這個就是我, 我很喜歡這首, 一句, 一句是, 請手指追精彩的一句, 可以有動感, 你看看, 回聲, 追降他的叫涵聲, 一個精彩絕倫的象徵, 象徵我們反思, 我們沒有慰望歷史, 反思, 批評, 最後這一句最精彩, 令到伊上的風景, 這個, 已經非常清澈, 透明, 但沒有一種凌涼的感覺, 你看, 令到伊上的風景, 一看到這一句, 你會想像什麼呢? 你的腦海裡面會產生什麼的意境呢? 你會彷彿看到一個, 一夢無際的一個, 冬天的景象, 一個雪地上面的景象, 空氣很清新, 很清澈, 很清澈, 很透明, 那種的風景, 但是, 它沒有那種的, 寒風靈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它說, 靈度以上, 又不覺得很空洞, 所以, 這個, 已經很清澈, 透明那種的感覺, 我們可以從整體上, 整體風格, 去欣賞這首詩, 這首詩的意象很密集, 不到意思的代理就是, 意象非常密集, 很密集, 但是, 你不覺得它很反复, 不覺得它很累積, 很複雜, 覺得它很, 它意象很神奇, 但你不覺得很肯壓, 好像, 你不覺得很舒服, 不知有些詩, 尤其是超原始主義, 有些詩的意象, 語言的配搭, 你根本是讀不下去的, 讀不下去的, 讀不下去的, 語句行運流水, 但是絕不老口, 有很多詩歌, 尤其是現代詩, 你根本是讀不下去的, 扭曲一些語法, 扭曲一些句法, 不得就看這道墓柄, 句子行運流水, 雖然它的意象很奇怪, 但是, 你到來都覺得很流暢, 所以, 它這首詩是詩質極為濃郁, 詩質很濃, 我們再看看這首詩, 看看它詩質如何濃發, 詩名已經是夠吸引人物, 令到意象的風景, 意象已經是境界群促, 是有音, 教會歌聲有勇, 是歌聲, 注意說, 最初的風, 有音, 歌聲, 有音, 最初的風, 意象很麻雜, 像鼎音的病人蒙太奇一樣, 各種手段, 我們交換歡樂的睡片, 從不同的方向進入家庭, 風樂, 水平的意象, 家庭, 使父親確認了黑暗, 使黑暗通向經典的閃電, 亨岩, 行頂, 有重症意味的意象, 意象非常密集, 但我們不覺得它很繁瑣, 空氣與之門, 噴欄關閉, 衛生在追趕它的叫行, 衛生, 叫行, 匯一之門, 這些意象, 是比在絕望中開花, 是花反抗著必然的旅程, 不, 絕望, 開花意象, 旅程, 使愛是關閉中心來, 照樣領導以上風景, 觀閉, 領導以上風景這些, 這些, 你覺得到去是很浪漫流水, 整首詩, 樓言一體, 這樣, 所以詩則在這裏, 在這裏不同的精彩, 它這裏證明著它的詩則, 詩則非常濃郁, 詩味很強, 這些我就是今天對北道四首詩的欣賞 最後我想留中一首我自己的詩 因為這首我自己的詩 是我欣賞北道詩的時候有感以法的 所以我這首詩和北道的詩都有關係 你可以說中國這首詩視為有關於詩的詩 又或者有關於欣賞這首詩的詩 你可以說中國這樣理解它 我只能留中一詩我就不再解釋了 一首詩刺穿我的思想 像怕痛的銀針挑破意義的籠包 句子的死牢裡與法正密謀暴動 被鐵窗封上烙印的天宮 嚴正的癲癇發得正憨 蚊子的火傷口嚕嚕嚕嚷嚷著 從潛意識逃脫的夢裡 一首詩吞噬我的思想 像重情的池珠搖掉杏磅的頭顱 毀色的屋簷下 晃盪著等待平凡的懸暗 而在理性的死角 潛伏著一顆懷有偏見的準心 正為它所顧重的世界 編織靶心 一首詩凝斷我的思想 像詩珍的鑰匙插入十封的午夜 有心的暗唱 熟練地解開黑夜的牛扣 在重心虧虧的驚叉中 掌入事物的乳頭 長根心撒下一把哈欠 萬籁漸漸沉澱為行務 多謝大家 今天到這裡 我一致意地掌聲多謝 感謝